第六章 古神不死 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 是为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大到空虚开阔 而又变化万端 它永远不会消亡 这是缔造生命的神秘母体 缔造生命的神秘母体有个出口 可以称作天地的根源 它如丝如缕 连绵不绝 又难觅行踪 其作用却又无穷无尽 现代解读 古神不死体现出道的永恒性 即恒道 玄聘之门是产生万事万物的地方 它的作用非常之大 玄聘之门 天地根 都用来说明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始源 老子把神秘莫名的道 誉之为母性动物的生殖器官 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无所不能 生育着万物的道的特性 人类最原始的本性 表现为对母体的依恋 而这种本性又曲折地表现为 对自然的依赖 祈求与自然合为一体 我们今天对自然的怀念 对田园木格式生活的向往 也正如还提 之对温柔的母体的眷恋 城市的喧嚣 过度的工业污染 人口失调 快节奏的生活 以及紧张复杂的人事关系 使人们的精神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我们种植树木 净化空气和江河海洋的水质 保护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物种 是在拯救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而我们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是在希求寻回业已失去的梦 重新回头来 就更能理解老子给道赋予的睿智 广博和深沉的哲学含义 智慧暗立 立身当以孝为先 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表达了老子对于生命的赞美 对于母性的赞美 道拥有伟大而崇高的母性 他给了我们生命 我们源源不断地从他身上获取能量 不断成长 有所作为 他养育却不占有 给予却不自视有功 奉献而不索取的品质 恰似一位母亲 母亲爱自己的孩子 孩子也应当孝敬母亲 应当时刻谨记 立身应以孝为先 何为孝 洁身自好 立争上游 孝敬父母 侍奉师长 上金钟报国 下爱人以德 最终发展成为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很多人都知道乌鸦反哺的故事 当年老的乌鸦不能觅食时 他的子女就四处寻找可口的食物 贤回来嘴对嘴喂给老乌鸦 一直到老乌鸦死去 动物尚且如此 更何况人呢 汉文帝刘衡 以人孝闻名天下 他的母亲 祸病三年 他时常目不交接 衣不解带 母亲所服的汤药 他尝过冷热之后 才亲自端给母亲服用 想要社会和谐 家庭必先和谐 与家庭和谐 必先行孝道 古时候有个人叫孙元爵 从小懂得孝敬父母 尊敬长辈 可是他的父亲却相反 元爵的爷爷年迈多病 不能劳动 他的父亲便对其极为厌恶 一日 其父把病弱的老人装在筐里 要把老人扔进深山里 元爵跟在后面哭劝 可父亲一点也听不进去 到了山的深处 其父将老人连人带筐 从车上扔下来 老人艰难地从筐里爬出 元爵哭着把筐子捡起来 放回车上 其父斥责道 这是晦气之物 你拿它做什么 元爵认真地说 等你老了 我可以用这个筐来装你啊 其父大吃一惊 气愤地说 你怎么能对自己的父亲 说这样的话呢 元爵说 我这是跟你学的 其父万分震惊 羞愧地把老人拉回了家中 从此悉心加以照料 笑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 让人终身受益的美德 生养人类的伟大母亲 就是道 我们要体贴它 领悟它 在我们成长壮大的同时 需要把我们自身 积聚的能量 回报社会 回报自然 使我们的社会 变得更加和谐 使我们的生存环境 变得更美好 而且 行效需趁早 不要等到 子欲养 感情不在 才悔恨万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